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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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这个外面有岛 外面有岛 然后岛的形状还不太一样 如果只有一片海的话就淡掉了 这边的景色是相当好的 现在太阳一下去 天气舒服了 它这个地方就是这样 只要不在阳光下就挺凉快的 摄影爱好者又出来了 摄影家 就爱好者 摄影爱好者 我都卖钱了我的照片 你还叫我爱好者 这个山很美啊 你看这样的和飞机在太阳下面飞 对啊 哎 你这个要拍 你能拍下来吗 你能把飞机拍下来 这个有点弦 漂亮啊 这个很漂亮 红个人家拍下来 做封面 卖个一款了 卖个一款吧 摄影爱拍下来的那个寒飙灯 我的天 太美了 我拍大师摄影师在工作的状态 你把我这张照片又卖给你了 好的 你看看 自己看 可以可以可以 好好好 太美了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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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个的光柱 也可以 抬个价 因为照片质量好 价格可以高一点 不卖段 我可以卖给好多人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他这个地方在那个拍电影拍电视 你看今年这个是在这个 路遥的老家清建嘛 嗯 拍了人生 啊 对 拍了人生 今年就是 五一期间去了十七万人 哦 就是去这个旅游的 路遥的老家能有什么看的呢 他是文化旅游 那就看他一个电视剧外景地嘛 哈哈哈哈 就是因为这个人生嘛 哈哈哈哈哈哈 人生都拍了四十多集 就这么一个正片小说 人生能拍四十多集啊 那不断的家人吧 你看那高嘉林一个人 现在变成地姓三个是吧 对对对对 地姓三个一人再找两个对象 哈哈哈哈 那就繁衍成大家族了 人生是在收获发的吗 收获发的 收获发的 对 八二年 那时候陈永兴你还没去收获吧 没去 对啊 你还没去收获 我们是上大学时候读这个人生的 人到中年什么时候发的 人到中年就更早了 是吧 那是七九啊 八零 差不多 反正就八零前后 对 都是上大学时候读的 绿花树 绿花树是在十月发多 是吧 十月 对 绿花树是十月 我印象中当年就是那个 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就是跟那个球将才那 同一期那一期 嗯 还有那个为了那个男人的一半是女人 嗯 借不着 因为我在我们当时文化馆跟图书馆 还有博物馆 三馆是殡仪馆嘛 嗯 好几个人来托我去借 我说我也借不着 借出去一回来马上又被人借走了 对 很多人都预约了 就那期收获 那会儿这个阅读热情确实是很高啊 尤其那个就是张鲜亮的那个男人一半与女人 当年是极其的那个 那个是刊物是买不着 一道邮局一抢而控 每个刊物 你像十月这样的杂志 苏州邮电局 这么整个市场 十月收获这样的 他就四本 就是他来了四本 四个人来买走了 你就就没有了 嗯 你看 他要快下去了 哎呀 现在就 这就比刚才又落下来好多 对 哎 这哥们还挺 放 放着音乐 他坐着滑板就下班了 对对对 哦 我们直接就走到 看景最好地方 和你了 哎 有教堂啊 啊就那个 这个就是那个叫蜜月阁 蜜月阁 蜜月阁 啊蜜月阁 懂吗就这是 这是我们一季 也没在打山最漂亮的地方 那个这个地方的 海底也是最漂亮 前面就是 你 对 太多了 没人 这一块漂亮 这是景色最好的一个 对 对 我的天 太美了 喂 萌萌 爷 你怎么样呀 回回 他们去环岛了 还没回来 我们先坐着聊会儿吧 好 好 我坐这儿吧 跟这个于华老师 孙童老师 还有沐妍老师 聊完天以后 和你之前的 对他们的想象一样吗 于华老师是第一次见 他们是那个 文学上的前辈嘛 就是一座高山嘛 希望年纪大了能 不敢说攀上高山 就是希望能 能那个 高山洋指那样学习 有哪位老师 你是第一次见 陈永鑫老师 第一次见 但是其实像你们之前 也有交流了嘛 对吧 对 我们会称网友 几位老师都特别和蔼 非常平静 我是苏州大学的王瑶 主要从事中国新大代 文学与思想文化的 研究与教学 多数是一种生活方式 就像一个人呼吸一样 需要透过大心 所以我也特别期待 这次在倒于多数节目中 能够有所生活 解释 老师 一子奶 你好 你好 看到你洗手 对 你什么时候来的 我来了有快十天了 好久不见了 你好辛苦 你好高兴 就在大树林老板了 对 我们今天老板了 你今天你以前见过吗 我有第一次见 第一次见 新闻 交点是吗 这边是交点 对 他是孟严老师的协议 孟老师好 对 我之前听王老师 还有苏唐老师和杨卿老师提到过你 有一些一起讨论你的小说了 都这么年轻 这个环境很好啊 对啊 您怎么样 您是哪天上的 我是周天下午到的 有请天上午 学生论文答编 对对对 最近是答编剂 教廷你在多博士是吧 我现在二年级 写博士论文还是比较辛苦的 你要充分的思想准备 王老师 我觉得您真的是 总是用一种很 我不知道这个描述准确不准确 就是用一种很轻盈 但是同时有非常敏锐的方式 进入文学 我一直认为您是真正懂文学的人 您能写这么多海量的 有分量的批评 然后您现在居然又开始写小说 而且写各种门类的 我感觉我的研究之路 一路都是以王老师 作为这个榜样的 就是我其实一直也 也想试着写写虚构的作品 可是我就觉得 好像经过学院的这种训练 或者研究的训练以后 好像就觉得很难进入 那个虚构的世界了 你刚才讲的 我听到挺开心的 谢谢你 不是 我真的 真心的这么觉得 今天我们的大学宣令都是讲 知识的身材 讲思想 讲文化 但是我们对审美这一块的教育 其实是非常忽视的 所以我们最近把自己的学生宣令成 像社会科学那样做农文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危机 我觉得人文学科 特别是文学研究 我们还在重视审美的分析和教育的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学生宣令里面 是非常薄弱的 甚至是缺少的 对对对 我觉得批评 还是要用心去感悟文本和作家的 但是转换到小说里面 这也是非常大 也是冒险 确实是这样 因为好的批评也是需要审美性的 对 也是要特别发自内心的东西的 一个宣理的批评家写小说 对 其实会带来一些突破的 对 他会有一些思考 因为我们通常会认为小说就是讲故事 当然讲故事很重要 但是我个人觉得小说 显然会与语言与思想与形式 是连在一起的 所以批评家的身份 也不全是写小说的入点 然后一旦进入状态以后 其实也不能分成是批评家的小说 还是学者的小说 没有这样的划算的 所以一直你要对自己有信心 王尔老师 那您认识 文雅老师是2001年 您认识 苏彤老师跟文雅老师应该早一点吧 那更早 对吧 九十年代就 九十年代 人家养性也比较早 对对对 还有你爸爸他们 对对对 我几乎有三号先生 是吗 在北京就八三年 又八三年 那个求过选临代表大会 应该是你真祝福了 那时候您毕业了吗 没有当年学生 所以我敬过你 自身祝福 对对对 老阿甸的 老阿甸 太太 我们喊太太 太太 太太 嗯 哎呦 李华老师 你们滑脑滑脑吧 你玩一玩 王尔你过来了 过来了 你辛苦啊 哎呦 王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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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几年了 你看你看看 哎呦 王尔来了 哎呦 好玩不 老师 好玩 好玩 你们随便坐 你们刚刚已经环岛观光了 哎呀美不胜说啊 啊 这个位置非常好 刚刚我听一直说 这个书我书同胸 把它名称叫山海经啊 山海经 真的非常准确 你怎么这个触控给他们提个病啊 没影响啊 随时随时 哈哈哈 没影响啊 你也知道怎么样 刚刚来的路上 我突然 杨晋雄逛想起一个是 嗯 就前几天 我们不是都在那个 收获排行单吧 嗯 王尔兄那拿了一幅字 嗯 送给杨晋雄的 嗯 你们其中有一句 我记不清楚的 大义是说 呃 希望收获以后能够 发话剧 王尔兄是吧 啊 你找得来看呢 全力要求收获发 话剧剧本 这是实力写的 哈哈 是吗 能发话剧会够好是吧 能把话剧会更好 大概是意思吧 对对对 还是这个意思 你也看了是吧 对对对 你压力大吧 你手号要打破 不是压力大 没有没有 我已经发过了 哇里面有 哇里面最后就是一个话剧 显得也是乡村祭祀 嗯 卖白菜的搭配地瓜 你要买白菜地瓜必须搭配 哈哈哈哈 好了 那一天你去了复旦以后 好像回来在我们学校里面 大家都在讲就是说 某英老师这个话剧的创作 文英老师这个 还有新的打算啊 活着就有打算啊 要不怎么办 哈哈哈哈哈哈 我看到一个话 你在讲的时候就是说 讲剧作家 然后可以和 鱼花像书头像区分开的啊 你别当了面别说了 哈哈哈哈 二零一九年我们在牛军是吧 我们一块去探观 莎士比亚旧居 我当了他们的面 我说我要成为一个剧作家 他们欺别看了 哈哈哈哈 这两个笑的 他说冷笑 哈哈哈哈 你看我今天 马上放出一条 恶于赖 让你们看看 冷笑的摇你们一口 哈哈哈哈 其实我们这些年代关于这个作家身份的 这个阶段啊太究竟了 以前是叫文学家这样的题吧 文学家里包含了小说 他可能诗人 也可能去做家 可能戏剧是吧 诗人 其实勇心他在大厦多数的时候 也开始编画去 他有表演经营的 你们现在都越见越的很深了 是吧 你这个评论家也写小说 哈哈哈哈 写非虚构 写这个编辑家也写小说 跨界的 下一部都写话剧 我是乱写是吧 诗歌我也写 话剧我也写 是吧 当然还是作家好是吧 作家把一切都涵盖了是吧 你想要跟我跟王阿姨谈 王阿姨说我写话剧的时候 莫言影响是吧 安姨也写话剧了 他改编过张爱玲的金锁记 对对对 还有色剧是吧 对对对 实际改编比写还有困难 你知道吧 对 改编你无论如何 你还是受到原作的限制 不能这个 驰骋你的想象力 尤其像张爱玲这样一些 过世的著名的作家 你如果改得太离谱了 完全不是人家那个风格 不是他的东西 故事也完全不一样了 那就很难说了 是吧 对 他的长恨歌好像也改成话剧上演过 是吧 对 但是那个好像不是他自己改的 自己的更没法改的 自己的改起来也特别困难 对 还不如改别人的 对对对 他改了几次长恨歌 因为他那个篇幅特长 对 画剧大概要三四个小时 别人看不下去 然后后来又一次次改 又改了好几次 老师有谁说说 你 王阿姨老师 你们那么考虑我们的成本啊 他也有的画剧 一样八个小时的 像静顿顿和画剧是吧 金与成的那个繁花 好像就是上部就是六个小时 画剧我觉得它比较好的长度就是两个小时留十分钟左右 这个最好了 最合适的 中间加一个剧场休息 对 你八个小时的话就要带盒饭了 剧场不好吃东西 剧场可以吃东西 日本的歌舞剧 日本的歌舞剧上午九点进去 晚上八点出来 里边吃两顿饭来 那个歌舞剧这个漫长的呀 对 我们就坚持着看了一次 你看那么长的就胳膊剧 一句听不懂我 好像有一句这么爱去看的是吧 我专门去看的 中间吃两个盒饭 我就觉得盒饭特别好吃 盒饭是免费的 包括那种能剧啊什么也是 就是一个能剧 对你唱一句能唱好久好久 他是个唱能剧的演员 必须懂古汉语 好都是唱不了的 对 因为他的唱词的时候 是古汉语的东西 对 而且唱起来讲究这个嘴唇要哆嗦 对不对 你还知道这一定的 余华那个文成也改成话题了吧 文成 文成他们说你来导演 他们跟我说了 我没问题 我可以给你导成五成 导成五成 从文成到五成 你扮上舞台必须变成五成 我舞上全 那要不谁看下来 那么多 这个舞台啊 实际上是这个考验导演的想象力的 我刚才坐这个车后的想这个舞台 验手啊 端那个 端地洞 就把舞台就是面对了观众这个就是敞开着 嗯 地道战 完全可以在舞台上这样搞的这个立体的哈 对对对 导演的创意其实很重要 很重要 现在这个舞台装置是吧 包括一些道具 像战马那样的道具 嗯 它已经是变成了吸引观众的 嗯 主要的一大因素了 对 你现在这个战马看什么 就看那批电子马 是吧 综合艺术 有导演艺术 声音 然后对 舞美等等 它是一个综合艺术 它跟阅读是完全不同的一种感受 是是 所以话剧一定要是搬上舞台 有演出 它才有魅力 我年轻的时候比较肤浅 我是觉得戏剧跟诗歌是离哲学最近的 比小是近 确实是 老孟你为什么那么迷恋话剧呢 就好玩 我觉得它很有意思 再一个就是这个话剧啊 跟中国作家应该有一种特别近的关系 我们的古典小说里边 这个白描述我们的看家本领嘛 是吧 我们的古典小说一般不写人物的内心的呀 就靠他的语言 靠他的台词吧是吧 对话 对话是吧 然后行为动作 嗯 就可以把一个人物的内心刻画的淋漓尽致是吧 嗯 那这不就是话剧呢 是吧 对 话剧它不可能给你描述心理活动嘛 尤其是通过人物的潜台词 是吧 显示人物的性格 对 真正的好话剧 我觉得讲出来的只有一半是吧 剩下的一半都是潜台词 让观众去琢磨去 所以那天晚上我在这个复旦 让我讲了个鳄鱼的故事 讲了五分钟 我自己感觉到枯燥无味 哈哈哈哈 要演啊 故事没意思呀 他靠台词你知道 对对对 台词那种讽刺挖苦是吧 喜笑怒骂是吧 你讲故事体现不出来的 就话剧的台词和小说的对话 中间应该还是有一些细微的差别的 这反正也有也有两种看法 一种就是莎士比亚那样一种风格 后来的陶玉啊什么国木若啊 他们这样一种风格 就是莎士比亚风的是吧 哈哈哈哈 讲究那种什么康海激昂是吧 那种华丽的这种台词啊 上去一讲半个五分钟五十分钟 独白似的 独白似的 那后来仁义这种风格就是这种完全是口语化的风格 是吧 你像他们那种小井胡同那一类的东西啊 完全口语化 试镜化 像那个尤金奥尼尔的进入黑夜的漫长旅程 那就是生活语言 但是就是莫言刚才说的 它是心理状态精神状态通过那个对话表现出来 对 就是谁做的最好之一吧 像那齐科夫的那些那些作品 那些戏剧作品也都是通过对话把心理状态表现出来 那个语言就不像萨斯比亚那么的那样 萨斯比亚是一种范儿 对 就是范儿 还有一个年代 他还有一个年代 现在戏剧都是口语化的 公播的曲源也大段大段那个独白就开始的 当年不是有人也批批他 是模仿了萨斯比亚 对对 李尔万不是也有大段独白 是的 某云老师这个话剧里很多台词很有意思的 他有一个很实景观很通俗的 也有很哲学的 这样的话很难想很难想出来 就是我们我们讲了很长时间的哲学都讲不清楚的 他人物的台词讲清楚了 对 是的 话局台词是有这个 这个我倒记得我现在老是琢磨不通的就 麦克白 麦克白那个一开始不是女巫上场吗 美就是丑 丑就是美 对对对 大家没闹明白 我觉得有点道理又没道理 充满了变动法嘛 那话剧中其实好像很多时候 他这种行动的交代 其实就是交给对话和交给演员了 他也只能用这种办法 是吧 因为他在场面上没法表现 没法调度 所以更多的是通过这个 譬如说要表现一场战争 只能是一个豹马小族上的豹大马 对对对 向羽已经跑到江边了 是吧 对 继续纯粹就是对话 人的情绪 人想要表达的意思 人的精神状态 还有那个剧情的发展 都是通过对话里边完成的 而小时候是情绪里可以用一段描写来完成 然后对话就是说几句话 表达一下他个人的观点意义 个人的态度而已 收获最早的时候登过的剧本 就是老舍的茶馆 后来也登过城白城 也登过街上流行红裙子 对 登了好多剧本 实际上剧本跟小说的区别 因为戏剧过去我们讲 就三亿律 同一时间 同一地点 同一人物 唯一的一个手段就是对话 那么小说就不一样 小说它就自由的多 文学的表现的手段比较的丰富 多样 所以你像茶馆里面 茶馆里面的对话 它除了表现当时社会各种人 人的那种性格以外 它关键要把当时的时代背景 社会风貌表现出来 全部通过对话 所以写戏剧很难很难 这是实际上对自己的一个挑战 一个有难度的挑战 其实有很多作家是既写小说又写剧的 大国家都这样 你像迪伦马特的有一些小说 有一些剧本 我就是更喜欢它话剧多一点 迪伦马特的 萨特的 萨特的剧本 话剧成就也远远大于它的小说 对 切克福是话剧 篇幅比小说还长 对 小说反正篇幅短 老舍 老舍嘛 就是茶馆 茶馆演了几十年了 对 就收货不是也发剧本的吗 对 那个老舍的茶馆 茶馆就是创刊时期发的 后来也发过话剧 也发过电影剧本 我们书好像还有一本 我去找来看看 对 你看 那个茶馆的 这是创刊号 还有创刊号 这什么年代 1957年 对 这是创刊号 对 第一期 它这个全发了吗 它这个茶馆 当时这个牌板排得很解 每一场整天 你看就闪一个缝 那时候也比较节约 节省纸 对 节省纸招 你看这个人物 你看 紧挨着 那时候一期杂质这么厚啊 创刊号可能是 厚一点 这个创刊的时候 是八老的主编吗 八老主编 八老跟近义两个人 对 1957年 已经是六十多年了 六十六年了 您最近的红高浪家族 是不是在演画剧 画剧这是牟孙 牟孙导演的 在南京演的 去年是八月份吧 我去看了 我去看了 今天在上海演过 对苏东西看过 红高浪我去看了 他过去张艺谋的电影 就是把这个 红高浪家族的前两部 用了这两部的素材 后面那些就没有用 后来这个牟孙 他这次就把 什么第三个正片 狗刀呀 是吧 那些素材也都全用上了 对 所以他就非常密集 情节特别多 还不错 我觉得 还可以吧 相边也还可以 所以现在这个舞台演出 实际上还是有 他的独特的魅力 是吧 尤其是画剧 我觉得他这个 哪个地方的人都可以 因为地方吸取 还有方言这种影响 我们一般的外 你如果不懂 这个地方的语言的话 是听不懂的 听不懂的 他这个接受程度 大打直扣了 是吧 你们还有小时候 看地方戏的记忆吗 苏州那一代流行 几种这个戏剧 一个是乐剧 一个是戏剧 然后一个是户剧 乐剧的粉丝最多 其次是戏剧 然后再其次是戏剧 戏剧你知道叶子的奶奶 是戏剧当中 有史以来最有名的 女演员之一 姚晨 看家发誕是吧 我从小就知道姚晨 就是因为我妈妈 在踩着缝纫机 做衣服的时候 收音机夹子就打开 里头就珍珠塔呀 什么 安堂任母啊 对 我们家确实和戏剧有缘分 那我奶奶姚晨 有戏剧皇后的美称 我妈妈的姑妈 王莱茵也是戏剧名单 我确实见证了我奶奶 是如何一辈子活在聚光灯下 被无数的戏迷们 被学生们拥簇 那和我奶奶最直接的对比 就是我爷爷 今年累月地坐在书桌前 一个字一个字地修改唱词 一遍一遍地修改书稿 那样的一个很孤单的身影 所以其实在我懵懵懂懂的记忆里 我一直觉得地方戏曲 在过去的受欢迎程度 是要远大于文学的 不过我想戏曲的力量 一方面来自于演员的扮相 来自于戏曲演员的唱功 另一方面其实也来自于 其中和文字和文学有关的东西 来自于那种文学性的叙述 就像《安堂任务》里面的唱词说 苦之苦痴心难把交而忘 恨只恨安堂难把而抚养 戏曲能够更直接地打动听者的心 我觉得和那些婉转妻妾 深入人心的唱词也有关 我小时候苏州有个叫苏昆剧团 它苏剧和昆剧是在一起的 然后昆剧就是一直受到各方面的重视 一支独秀还有什么北昆南昆 当时北昆南昆都有人 但是还有一个苏剧说实在的 是渐渐渐渐消亡了 现在又恢复了 现在又有苏剧团 王范那麽的主持苏剧团 因为你们的苏剧 你们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苏剧 我小时候也不过就看过一两则戏 影响都不深了 那个猫腔跟铝剧有什么相关吗 它铝剧是铝剧 猫腔是猫腔不一样的 三灯的地方戏呢 应该是最有名的就是吕剧 因为这个大概六十年代初期 那个当时华东搞过一次戏剧调演 那些优秀的获奖剧目都拍成了电影 那吕剧为什么有名呢 它是有一个叫李二嫂改嫁的 拍成了电影 黄迷戏的有名就是因为 有一个叫什么天仙佩 天仙佩拍成了电影 后来又有牛浪之女 所以那个时候电影的传播力远远大于戏剧 只要一拍上电影全国都知道 所以旅居一下子就成了山灯最有名的地方戏 我们的猫腔它就是第一历史很短 总共有两百年左右的历史 第二它这个就是唱腔 猫腔基本就是从你兄弟剧症 姐妹剧症里面移植过来的 孟严老师的弹箱形 对猫腔有很细致的刻画 那猫腔其实就是高密一代 流传的地方系猫腔 弹箱形里面有个很重要的因素 是声音 是书中主人公说话的那个方式 是民间口头传送故事的方式 那日本读者读《吉田夫夫》翻译的 弹箱形以后说仿佛听到了 不觉如履的小猫的叫声 其实也和猫腔那种悲凉 哭诉的那个旋律有关 那来自民间的猫腔 对于莫严老师来说 就是最熟悉的相应和表达 我们看到戏曲怎么样从戏台上 流转到作家的案头 而通过作家的创作改编和利用 我们也更好地了解 更好地认识 这些日渐示威的地方剧中 刚才我听老师们聊 我就想了我就觉得各位老师们 对地方戏都非常的 怎么说耳熟能想很喜欢 但是云南就是我想应该有 电剧吧 应该有 为什么做的这么不自信 电剧啊 不能怪我真的演的也不多 我们广场上也不演地方戏 大家就是好像 好像云南人呢更爱跳 就是大家跳舞啊什么的 好像这种口头上的这样的这个东西 他还算民间我觉得好像不是特别的盛心 哦 来了 电剧 我真的有 你老公还挺会搜东西啊 对 搜得这么快 他现在都是在向京剧学习 这下是 电剧行出很早 春袍道光年间 跟京剧的律师还差不多了 在做几位老师的创作 好像中间都和戏曲会有一些 有的作品里中间都会有戏曲的那些东西 苏彤老师您如果是听乐剧多 为什么宋莲听的那个剧里面 好多都是京剧的段落 不 我嫌弃乐剧的唱词 不如京戏的唱词那么考究 哦 是吗 我觉得要课词稍微要考究一点 哦 乐剧 戏剧的唱词都是特别平民化 就像说大白话一样 哦 《沙家帮》很久 王生奇写的是吧 王生奇 手掌 口掌 盖 对 他这个里面那些精彩的旧的 肯定是忘了的嘛 像是雷琪 七星灶 同湖渡山江 摆开八千桌 烧带十六方 来的都是客 全凭这一招 这肯定是忘了的 我印象是九十年写过一个小说 就是《沙家帮人》我做原型的 是吧 特别花彩 后来你找不到稿子了 里面有阿清嫂也会武功的 是九十年那写的 从前沙家帮来 九零年 九零年是吧 那里面阿清嫂 《沙家帮人》就是飞燕斗屁 踩着河野在水面上奔逃是吧 都是武林刀 古道花城去给文农 后来给文农这个小子给弄丢了 丢了丢了丢了 我后来做口识时发问过他 他提到这个戏剧的 他是任战 他任战 他任战的 就是这个就是你这个 这个小子是任战的 王振齐先生 他刚刚莫英雄也提到 就是小说和戏曲的关系啊 他也写过文章 就是做门讲 就是中国的戏曲和小说的渊源 他其中就是说 戏曲是强化的艺术 小说是入微的艺术 因为王老自己是写中短评的 所以他他不认为 小说也是强化的艺术 他讲的戏曲是强化的艺术 就特别特别讲这个冲突啊 讲矛盾啊 讲剧情来 这也是他自己的风格的写照啊 他的小说就是散文化 其实小说跟戏曲的关系是最密切的 对 因为元曲开始 他的这种表现 市井生活啊 人家这个烟火器 其实戏曲跟那个小说是很紧密的 对 所以老百姓喜欢 对 他很容易进入这个当中区 老百姓喜欢的 他这个杂剧阶段 就是还比较通俗一点 嗯嗯 后来到了昆曲的时候 他这哑得不得了了 实际上 那昆曲是 对对对 他大量的台词 都是集了唐诗诵词 对对对 每一句都有出处的 这就是李白的那句独府的 那句白句意的 和那文人画的 后面所以你像那个牡丹亭 你看那个住室这么厚一罗是吧 这也是那种文人的卖弄 我就是说 对对对 我找了一个不错的面朝大海的地方 我们去那儿喝喝茶吧 好 好 好 细的口干的 走吧 这一条小狗啊 嗯 这就诺诺 老年约了 哎呀 真稳稳 他们说他都十岁 十二岁 相当于人五十岁了 对 五六 五六十岁了 你看这羽毛多丰满 嗯 不是羽毛 羽毛 毛 有点掉毛 走吧 啊 好 好 好 大陸有些人 你到底要找人家 在岸田中 我自己去找岸田中 在岸田中 你可能要找岸田中 那你去找岸田中 你自己去找岸田中 你去找岸田中 你去找岸田中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个垫子给您 这还有一个 你们要不要吃点枣子啊 也得喜事啊 那个我刚才吃了个芒果干不错 这是个什么 山楂条 各位老师都有很多作品被搬上舞台 被搬上荧幕 余华老师 您的这个第七天和活着都有孟金辉的版本 孟金辉当时来找我的时候问我那个怎么改 我说怎么改 你愿意这么改就这么改 你把它改成许三国卖学剧都可以 谁到了第七天的时候他根本不来找我了 他把那个斯芬克斯和那个阿迪普斯都搁到舞台上去了 完全放开改了 其实他爱怎么改真怎么改 我们不会管那么多 活着电影也一样 当初好像你还帮他写了初稿 我写了两稿 第一稿和第二稿 对 他当时给我钱的时候就是要求在作为编剧 他说这个费用一半是版权一半是编剧 87年当一幕改 我和洪光良 那个版权费是800块钱 那时候很兴奋啊 800块钱你觉得不是个小钱 对对对 养人像导演过话剧的 一直你知道吧 是吗 我以为你在福丹大学 导演过话剧的 著名导演 做导演 他做导演 本来是语言的 本来是语言的 作为演员那个基础条件太差 后来就是写过剧本 然后就我们自己学生演 对 你都导过什么剧本还有印象吗 我们当初有个 就是我们这些人 就是把宿舍里两个床 放到那个礼堂里面 就五六个学生就自己演 演的时候等待歌多 有剧本吗 还是有剧本 有剧本 自己写的剧本吗 我们自己写 自己写的 那你一个 我影响一下 《楚女座》是话剧 不是小说 老婆的《楚女座》是话剧 我没写小说之前 先写了一部话剧 就模仿了上海那个 宗府仙的那个叫什么 《渔无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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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七八年 对 他的话剧特别轰动 对 但是后来自己 我觉得没意思 模仿和你太重了 剧剧的舞台形式 可以为小说 为剧本去提供一种 文字没有办法 完全传达的交流 从原本作家很私密 很个人的艺术创作 转移到一个更公共的 表达空间中 而且它和电影改编 还不太一样 因为戏剧的一切 都是讲究现场的 它对观众的触动 其实也反过来 会刺激回归给舞台 所以我想剧场是有门槛的 是对观众有要求的 但我觉得阅读恰恰 又是对进剧场观剧 一个很重要的准备和训练 这个九十年代的时候 为什么很多作家 纷纷搞电视剧呢 我们一直认为 这个电视剧本 实际上应该把它当一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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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仅价格实惠 还很方便 超多品质 好书 任选 这么方便 我现在就下单几本 我们北市大 梁振华是不是 他组织一帮学生 经常演话剧 对 北市大有那个 北国剧社 就是还演了 莫言老师 前年演过我那个 我那个京科 是不是我们还邀请 外校的一些学生 参加演出 对 还挺多的 而且他们那个就是 又在莫言老师 那个剧本基础上 他又做了一些 好像更 更当代的一种 他把那个手机直播放进去 他加了一些新的元素 他又加了新的元素进去 然后当时弄的还挺 挺新颖的 就是那个戏剧 他很多形式 他把我那德意之笔 全给我删 加了一些败笔的 不是败笔 不是败笔 加败笔 加的不是败笔 但是我的德意之笔 都被他删去了 因为他删 总有个理由 那他要删 肯定认为是败笔 那我恰好认为 那是我的华彩乐长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这个剧本的生命力 就是我看完以后 我特别感动 因为我觉得 这个就像我们刚才 说那个画题 就是可能地方戏 是不是我们看的时候 觉得我知道它很好 但可能不是那么 但当时我看完那个 我觉得真的是很感动 他把它年轻化 是吧 对 年轻人就看这个 很喜欢 对 我觉得这真是剧本 虽然老是觉得 把它喜欢得删了 我那些台 是给这个 60岁以上的人看的 但它的骨架在那里 它再生长出来 同样还是 一个很好的东西 这一改变就不由人了 年轻人得自己的理解 梁振华做导演吗 他是总监吧 梁振华也是编剧出身 当然当然 他一般好像不做 不做 应该是他组织 他是做制片人 对 制片人 总监之类的 我们去年 我们去年 这个实战 一般前年了 是吧 千年吧 一般二十周年 那个校庆 对 对 无复今日 我们两个也 算起眼了 你们俩就是因为 这个 成了两个大网红 就是这个 写这个签名 这个签名 对 这是梁振华 世界这个细节 他说有一个同学 拿了一本猴子的签名 你说于华 他说我不签 他那我签不好啊 得罪了于华 他说我凭什么不签啊 我要亮亮我那个字呢 我这时候 我写的余华 比余华写的余华 还好看 他还设计别的情节 让我拿着 这支什么毛笔 让我踢这种毛笔 在下面 后来我自己设计了个 我说我这有一个 这个防治的 高防的 这个启公先生的 一个镇子 小铜头 我说我把 那个小铜头 可以吧 他说可以 挺好 你看后来 这个片子里 就是我老拿了 一个小铜骆驼 对 比如说那个小铜头 现在那个学校 他那个文创店在卖 我们当时想买 一问 五百还是多少 那么贵 这么小一个 涨价了 我买的时候两百呀 我买的时候五百 来了 起康先生以后 这个视频也挺好玩的 加书吧 也加得很好玩 康先生他这种风格嘛 是吧 首先把自己定位定得非常低 对 是吧 我初中生副教授 学问不够什么来什么什么错 是吧 对 然后 你在供应人家说 我没说我这书法家 我什么家都不是 是吧 好了 这个 这个 童老师去世以前 跟我有一次在院子里散步聊天 也聊到了 就是说这个 孟元 我提醒你 包括你跟余华他们也说说 就是 你们不要这个汪自飞薄 不要老师把自己 喜欢那种现场效果 为了这个 让大家笑一笑 就是自嘲 自扁 是吧 说是将来人家看的是文字 文字是不带环境的 是吧 你在这个环境里面 大家互相调侃 像今天我们互相调侃 是吧 那大家知道是在调侃 但是如果变成了一个文字的记录 就没有这个感觉了 那人家就当作真实的理解 预到你的 他就说 你比如说 那个 就是刚刚我去北县大的时候 你当了那么多 那么几百人的面 你说你的论文是我帮你写的 那别人很快就会说 他自己的论文 老师帮他写的 他实际上不是我写的 是吧 所以我为什么要 义正词严的上台来纠正这个事 他说你跟于华他们也说说 他说你们不要忘记非波 不要老觉得我们 不如苏同那样的 不如苏同那样 那种苗猴 是吧 一样的你们是 苏同那会儿也没好好学 那四年 你是鬼混的 才能写下书 而且他写诗 之后面就是我演绎的 不不不 他是素敏诗人 但如果我刚才讲苏同的 我说是佟老师讲的 文字整理出来的话 那谁能变真假呢 走吧 好 走吧 几岁啊 四年 五岁啊 酷 对吧 酷 酷 大家酷 酷 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